如果消货单名系里面没有资料 比如说我们可能在输入的时候 第一个是可能已经本来有一些资料了 那如果说假如这个里面完全没资料 那怎么办 OK如果空的那里 Ctrl向下 这个地方Ctrl向下会怎么样 到最下面去了 那就不对了 所以怎么办呢 我们可能需要做一个逻辑判断 什么样的逻辑判断呢 这个地方就不能够从A1向下追踪 这个刚刚的动作就Ctrl向下 所以你就需要逻辑 逻辑我前面讲过嘛 它的结构一定是if if什么呢 你要判断有没有资料 那最简单的方法就直接判断 A2这个储存格 里面有没有资料 所以我用Range 其实哪一个储存格就看着 就是A2 A2里面的话如果是什么 如果是空的 对不对 Zen 做什么 else 做什么 And if OK那你反正这些 我们打了N遍的吧 应该至少超过10遍以上了 对不对 那再来就是做什么 逻辑嘛 好吗 你就感觉有点像是你自己 在设定一个过滤器 过滤 这边走这边 这边走这边 OK 那如果它这边是空的 那就什么 R等于多少 R就是要将来写到第几列 从哪一列开始 第二列嘛 对不对 那反之呢 就把这个怎么样 拉过去就好了 这个指的就是已经有资料 如果已经有资料 那A2有没有 如果A2有资料 那Ctrl 如果这边已经有一笔 假如说像刚刚我把它Ctrl 如果它至少有一笔的话 游标从这边Ctrl向下 它就抓到2了 它就会把它挡住了 所以关键就是在A2里面有没有资料 一就是这个 如果因为你要重新今天的东西 今天的订单嘛 那你昨天的可能已经清掉了 或者说你又重新开一个新的工作表 那新的工作表 上面也许有栏位名称 可是没有资料 那就会发生错误 所以一 如何防止完全是没有明细的状态 那怎么办 OK 所以我刚刚这边有多了一个这个 在这边 OK 二的话呢 就是说 如果我说我今天呢 我的销货这个地方 我不是像这样的格式 我一般会有什么英文加数字嘛 那可能我举例 比如说S00这样子 也就是说一个是 怎么 S001好了 01好了 假设这样子 好 那可是问题 如果你直接把那个range 这个B2加1 因为它不是一个数字 它是由文字加数字所构成的话 那你如果直接串 它就会发生错误 因为文字是不能够用加减的 不能去运算 只有数字才能运算 所以我们该怎么解决呢 这边的解决方案就是 一 先把文字跟数字分开 第二的话呢 就是在针对数字的部分 因为分开了嘛 在针对数字部分呢 再去把它加一下 那加完之后的话 再把它合并在一起 所以先分 加 合并 三个步骤啦 那这个怎么做 也许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如果像这样子 像刚刚这个地方 如果我直接把它怎么样 也许我做完之后 那我就填完啦 你会发现 填上去 那就会可能发生错误了 我们试一下按新增 有没有 形态不符 他会告诉你说 这个没办法加 怎么办 那我底下有解决方案 这个解决方案蛮长的 所以第一个 我需要怎么去把它切开来 切的话呢 基本上 我这边 S把它分开来 然后最后再把它合并在一起 那我这边的话呢 第一个就是说 我先把 我要的那个后面的东西 先把它加一 后面的东西的话就是 因为我知道规则 规则是后面四个字 所以后面四个字用一个函数叫什么 Write Write 先把那个 我这个储存格里面的四个字 先怎么样呢 先切出来 用Write 先把后面 因为我知道后面四个字一定是 向右 后面四个字 那就0001 拉过来 这边是0001 把它加1 因为后面都数字的 本来是文字 它自动帮你转换 转完之后呢 特别重要 0001 加了1之后 因为你本来是文字 可是你却加1 它会先怎么样 帮你把0001变成1 0去掉了 1加1 等于2 所以它000就不见了 OK 那000不见的话呢 未来如果说你要再串 假设你将来 你要再串一个s 因为你把它加了之后 然后你就end 可是问题你这样会变成怎么样 加了1之后 它会变成s2 它不会变s0002 那怎么办 没有关系 你可以在外面再用格式 那格式 可以啊 可是问题来了 那如果0010呢 11 12 那如果100呢 对不对 1000呢 那就不对了 所以你当你这个只能用 用9次而已 第10次就不行了 那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 你就要想到 刚刚有类似test TST 有没有 那不过test是用在 那个exale 那前面我们第一堂课就讲 另外有一个在VBA里面用到 跟test很像 但是它名称不叫test 它叫format 其实用法一模一样 format 然后后面 豆点 4个0 所以你就是一样 4个0 这样就可以了 它用法跟test 几乎一模一样 只是说在VBA里面 它不叫test 它叫format 然后把后面的东西放过来 豆点 这样就把它串一下 丢回去 就OK了 所以刚刚不对了 我们试一下 这个地方帮我存完 然后先切 有没有 所以如果说你今天 因为我是把它写成一行 写成一行这样 怕同学看不懂 所以也许我们可以怎么样 可以把它分成 第一阶段 第一阶段也许就是先这样子 先write 这个是第一阶段 这个是第一阶段 先切嘛 然后第二阶段的话呢 就是 这边 再串一个那个S 不过S的话是自串 自串的话前后就要什么 加end 双引号 然后最后再用format 所以一二三 OK 动作应该 等一下也会把这个贴到云端上 反正就三个步骤 最后的话呢 把它format 再执行F8 有没有发现 S0002就出来了 那往后 当然你可以自己再修正 很多方法 反正就是 你可能不同的 那个编号方式 你再自行 再做一个变更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执行 就完成 所以这个单号加1 那我在云端上好像也有放这个 如果不是数字 类似像那个S0001的话 那怎么做 就是 一二三 有这几个步骤 那我这边也把它再 因为贴上黑色嘛 那我这边有个外挂 就是format 把它格式化一下 这样就OK了 那 其实我后面好像 还有一个 还没 就是 这个做完之后 可是会有个问题 没有明细 那明细怎么办 其实我这边想了一个方法 更简单 就是 这边可以加一个什么 订单 明细 那 订单明细在爱栏 那将来呢 我就直接把什么 把我的订单明细 写到那边去 比如说我一样有个订单 可是问题是订单 假如说 我有一个两个 再加数量 因为其实我只要知道 编号跟数量 其实其他我就知道了 其他都可以用那个 因为我从这边可以带出这两个 这个可以再跟这个单价乘 就知道了 所以其他都会自动 那所以我比较重要是存这两个 跟这两个 但是问题是 我这边只有一个格子 对不对 那如果我要放四个东西怎么办 另外呢 你想说老师那我就四个 四栏给他 可是问题不对啊 如果你要三四 因为你不确定嘛 那怎么办 我的想法是这样啦 干脆我的心真的说 就是把这些通通都 就是抓 抓 抓 一个格子 但是呢 我放四个东西 中间加豆点 如果将来我要把它分割的话 我再把它切开来就好了 切完之后我就知道 反正我就有规则 一定是编号数量 编号数量 OK 所以最后我有做一个动作 就是说 最后这边有个订购名系 看一下它之后 这边的话 这个 用这个旧的 OK 然后执行 这边 各位可以看到 我的那个 就这样过来了 等于一 我多增加一个订贷名系 二 我把 在 写过去的时候呢 把这些 里面有的 这些里面有的 通通都写到 这边来 中间 加上豆点 如果我需要的话 那我就把 把这个 对对 把它分开就好了 在VBA 或者在Excel 里面 像Excel里面有那个什么 资料里面有资料剖析的 你可以把它剖开来 要不就是用VBA 也可以的 反正有很多种方法 可以把资料分开来的 或者是分开完之后 你可以再怎么样 再利用多栏转一栏 全部把它放在一起 有没有 或者是多栏转两栏 一个明细 对 这个怎么做的 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 所以 我把那个最后 如何做 这边 其实就是 这边 在下面 多一个什么 多这个 这个是把它全部串在一起 这个会串成一个S 把它写过去 所以这个 我想下个礼拜最后 我们再把这个 讲完 然后 再来就是你们 做 我们做一些 新的分享之类的 然后比较轻松的 可以聊聊天也好 比较不是 那么严肃的 在单项上课 可能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另外如果可以的话 回去就是 反正就绞交作业 大概就这样 绞交 绞交一点点作业 你能做几个 就做几个 比如说 就把今天那个销货单 你自己再改一下 看可以改成其他的 工作的也可以 或者是生活 你可以记账 或者是记事 等等的 然后 做一个简单的应用 我想应该就OK了 那今天就 先到这里 也是 上个礼拜 那个微technanno その点 有没有 听说 我去